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是在這裡 就是數位教台這個影像的部分 那其實字狀不只是數位教台 各位同學在平常生活裡面有沒有拍照 會不會用到照片 你現在不管是照相機還是智慧型手機 是不是有照相的功能 那今天這個你就一定要學會一下 不然你會發現說 奇怪有些時候我拍起來的 在上面看就不是滿意 那你怎麼偷到Facebook上給人看對不對 各位現在有沒有發現很多同學 那個電腦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拍哪裡 FV對不對 以前大家都是上MSN 現在沒有了 而且MSN 當然明年第一季就下台鞠躬了 他已經不完了 因為人都被搶走了 所以他跟Skype做合併 網路電話那個 那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在這個 你要做這個影像處理的時候 你要先稍微認識一下 到底有哪些影像的格式 還有影片的格式 因為現在影像跟影片 常常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都可以錄嘛 對不對 看你是要拍照還是要錄影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其實各位一般比較常看到的 就是 你的相片拍照是哪一種格式 GPG 網站上 偶爾會看到它 好 那再來其實 TNG這個格式 是以後比較鼓勵大家使用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GPG這種格式 雖然你都上次都看得到對不對 可是呢 它並不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有壓縮 而且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所以如果你老是打開之後 電梯碗 存檔 他都會問你壓縮多少 那你只要每存一次 品質就差一點 存一次就差一點 越準到最後就這樣 越來越差 本來用手機 如果說各位的那個手機 像素不是很高的 那你 本來就拍的不是很好 越準越差 效果是就 越不滿意的 那所以 你如果用TNG會比較好 這個呢 你也可以拿去充印 都一樣 反正 基本上除了GF 不拿去充印以外 因為那顏色數太少了 你JPG TNG都可以拿去充印 好這個是 第一個大家要認識的影像格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那第二個呢 拍影片 各位有沒有常常需要用到影片 偷偷拍 他們兩個在講什麼話 沒有啦 因為你常常比如說出去玩 對不對 或者在教室裡面 可能東西都會拍來拍去的 請問你 你手機錄下來的是什麼樣的影像格是 印記GF 第一 手機 手機 手機用GP 啊 對對對 43GP 嘿 讀起來是卡卡的 讀起來卡卡可能要看老師的那個電腦 對對對 看他解壓說 各位 如果用手機錄下來就是這個格式 那你可以知道電腦上一般不能播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些播放程式 也就是說 Windows內建的那個MediaPad是沒辦法播的 好 那另外我們在 網路上比較常見的 各位 各位 你們有沒有常常上Youtube 看影片啊 看韓劇啊 現在不流行韓劇 現在流行國劇 台劇 台灣的偶像劇嘛對不對 現在很多 我看你如果從Youtube上面抓下來的就是這兩種格式 主要是這兩種格式 那各位會抓Youtube上面的影片嗎 有很多種方法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 那其他的這些呢 那各位可能就比較少看到 但是現在有一個HTML5 可能各位有聽過HTML5 那他還有另外一種格式叫做WaveM 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 WaveM有沒有 OGG 比較奇怪的 那這個呢 因為他們不用MP4 或者H什麼 那個高化值那一種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都是免費的 你用這個高化值的那個是要付費的 就是要版權 版權的 所以他會有不一樣的 那這是給各位大家看 那聲音就比較沒問題啦 聲音因為大家都常看嘛 不是常聽啊 對不對 你們 手機也好 隨身聽對不對 對 像這樣那個 是不是都直接播MP3 這最常見的 那MP3會流行 主要當然就是他的格式小 但是他也是破壞式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是一件事情 MP3在電腦上聽還好 反正 喇叭都一樣爛嘛 聽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你拿到音響上聽 聽CD跟聽MP3 真的是不一樣 品質是不一樣的 因為MP3會把高音跟低音的部分去掉 所以你MP3的聲音 一用同一首音樂 你聽MP3跟一般的標準的 你會發現就是他比較沒有所謂的深度 因為都是平平的 他就覺得都平平的 然後他把高音去掉了 所以檔案變小 因為他的檔案只有大概我們一般的 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所以講很多嘛 如果一首歌三四十Megas 沒有怎麼帶 只能帶兩三首對不對 如果三Megas四Megas 你一帶就一頭阿咕嘛 這個都差很多 所以是差在這邊 那 你了解上概念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這個 你有沒有 用過 Google或者是網路上找過圖片 請問你都怎麼找找 因為我們也是要影像 對不對 影像有時候可能是從來自網路上的阿 那 你要怎麼找 你可以用這個 這邊的瀏覽器 不同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你先看看 你先把網頁先打 這邊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你如果是用這個搜訊型 雅虎真的是沒有在做的 比如說你看我們找一個 你們想要找什麼關鍵字 趁現在還怎麼來 偶像句子 好啦 隨便啦 找個關鍵字 比如說 我們做這個數位教材 好啦 好 你看它找完了 事實上各位 你要來看最下面 看起來像都是雅虎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Power by什麼 誰是病 你們有沒有去過MSN 這裡 好 有沒有看到 大大一個叫病 那你知道它是誰的吧 微軟的 也就是這個 訊息這個部分 其實雅虎已經不做收訊 他的收訊的內容都是由微軟所提供的 也就是各位以後 收訊請之後兩個 一個叫Google一個叫病 好 那 你就知道雅虎為什麼不行了吧 好 那我們來看 平常如果你在找圖的時候 你大部分的做法都怎麼找 給關鍵字對不對 好 你到這邊來找圖 好 就直接給它關鍵字 好 好啊 比如說 好 OK 你看我們這樣一找 你就找到關鍵字然後就這樣找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可是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我有看過一張圖片 或者我有看過一張照片 可是 我就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它 好 有沒有那種印象 我們用這種方法之後 你知道關鍵字嗎 比如說我看到一幅畫 那 或者一個風景 我就記得我去過啊 但是我就不知道在哪裡 這是難免會有的 那 怎麼辦 所以 有另外一種方法 如果你本身 已經有了 那一張圖片 你可以 假設 假設我有這張圖片 好了 啊 不要拿 找個 好 這個好了 楊妹妹 喔也可以 楊屁股 好 好 我先把它存下來 比如說 我只有這張小圖而已 你們都用什麼輸入法 啊 真的喔 我用沒什麼 好 你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你看喔 我可以怎麼樣 如果在這邊 事實上我找圖 像我們剛剛抓下來這張圖 有沒有很小 對不對 可是我想要找大張一點 會不會跟它類似的 你可以這樣子玩 我可以拿來這裡 裡面 沒有看到 來下來 可以這樣找耶 蛤 蛤 你不知道 可以這樣玩嗎 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 有些 我就只有照片 我沒有關鍵字啊 我用這樣去找 第二種方法 為什麼會用到它 我想要怎樣 我的圖會小張 我如果經常印出來 各位有沒有 試過網頁上的文字 資料 就是那個圖片 印出來 哇 有點模糊 可是那麼清楚 你要放大不行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比較大張的 所以一樣的圖片 你看 觀看這個 這張圖 好多網站都有用到它耶 有沒有 嘿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去找 像這樣去找 那麼 怎麼做 其實就是用拖曳的 也可以有一個方式 你看喔 如果你找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 剛剛 剛剛是從這邊找的 你也可以 假設你已經有一個關鍵字找出來的 也可以這樣子喔 你來這邊 在下面這裡 這張 按著它有沒有 等它跳出來 有沒有 跳出來了 按著它拉上來 這樣也可以找耶 有沒有一樣的結果 對不對 跟作業團體差別 沒有差別 這是收進行的特殊功能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找 你看 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 變成是這張圖 對不對 對啊 所以等於這樣去找 那如果你想要找 跟它類似的 或者是比較大張的 各位平常有沒有用過右手邊的功能 沒有 沒有 因為你看 有沒有外 我找其他大小的 這張沒有 這張沒有什麼其他大小的 外觀接近的 只有羊 比較會出來 不過因為這個不太明顯 它的特徵不明顯 所以會找到比較多其他額外的 好 你看我找另外一張 好的 好 比如說像這個好的 我把它丟過來 真的 大家比較少用這種方式找 對不對 你看相似的 好 我就找其他大小的 看看有沒有 哇 這個只有一張 怎麼都那麼巧 都只能找到一張的 外觀相似的 這就找到一對 對不對 所以 用這種方式有個好處 你要找比較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拍照的 我也不反對 看看網路上哪裡有你的大頭照 搞不好有喔 真的喔 搞不好可能會連到學校的 或者是連到 Facebook應該是不會連到 但是 用數位像 那個 攝影機 直接拍 如果你的是那個手機 那就直接拍 拍你的照 拍你要的那個照片 對不對 拍你要拍的那個對象 然後就搜尋了 對啊 也可以這樣啊 所以大家都沒玩過這個 所以掃圖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這個功能 平常大家比較少用到 應該都比較少製造可以這樣用 製造有機會可以用看看 好不好 給你玩看看喔 很簡單 對 好嗎